哈喽各位 戀剧里有个角色讲的真的很帅 虽然只是男二 却比主角还像主角 身边一堆女生都很爱他 在官方举办的角色人气投票当中 他以8万多的高票得到第一名 前一次的官方投票又有个第三名 能比我大增计真高的 代表不止女生喜欢 在男生中也是很受欢迎 为什么他的人气那么高 今天我想来讲讲我们的阿希 找川秋 提醒一下 既然是做人物传 那一定会有非常大量的漫画内容 如果没问题 你就可以继续看下去 说起阿秋受欢迎的理由 不免俗的 还是要提到颜值 根据官方设定 身高有182 虽然年龄不详 但以可以喝酒和抽烟来看 应该已经超过法定年龄20岁了 光是前期出场的帅度 就足够让他稳居人气角色的第三名了 但随着剧情的发展 观众越来越对阿秋产生共情 他可以说是这部作品当中最正常 也是最让人心疼的角色了 说起阿秋的经历 他过去原本是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生活的 但在某天 他们都被枪支恶魔给杀了 阿秋为了复仇 踏上了恶魔猎人这条路 心里想的都是猎杀枪支恶魔的事情 后来被指派到公安退魔特役司科去 遇上了殿智和帕瓦后 想法开始有的改变 他在殿智和帕瓦身上 找到一份如同家人的归属感 开始害怕殿智和帕瓦也会因此丧命 甚至提过要退出 想要好好的和家人度过剩下的两年寿命 但越是这样想 就越容易产生莫非定律 阿秋他被自己最恨的恶魔 枪支恶魔给杀了之后 还被真技真支配 变成了枪支魔人 不分敌我的乱杀一通 阿秋当下没有意识 还正坐着和弟弟打雪仗的美梦 最终就在美梦之中 有好友殿智亲手松散路 连未来恶魔都在笑他 早川 你以最惨的方式死掉了吧 不过这边要解释一下 早川原本就被枪支恶魔给杀了 这边有死亡名单可以证明 所以不是殿智的锅 真的不要立伏了一个 艾伦说要杀死全部巨人 结果自己变成巨人 普葬说要杀掉咒铃 结果把自己也变成咒铃 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 这些角色差有机会在观众心中 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 阿秋一直是个很温柔的人 每次同伴殉职 阿秋还是会为他们哭 岸边说过 太正常的人都会比较早走 能待在公安部三年 根本就是个奇迹 尽管嘴上说讨厌恶魔 却袒护电智 帮助帕瓦 伸手拉住会让他减少寿命的天使恶魔 在冷漠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比谁都还要温暖直率的内心 而不是单纯中二病发作的复仇小鬼 这样的反差让他得到身边人的喜爱 你说这样谁能不爱他呢 阿秋也是里面数一数二的震惊人 连前辈之一也要他抽烟 他都会以 会骨子疏松为由认真的拒绝 在日本拒绝前辈不是很有礼貌的行为 想要借此凸显 他很一板一眼 我自己看漫画的感觉 阿秋是个眼神冷漠 除了复仇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的人 但动画中的阿秋不只画风 连行为处处都流露出真挚的人性 动画中加入了更多对阿秋个人的描写 第四话中的洗衣服、煮菜 以及让妈爬被冠上最可以泡咖啡的经典场景 从他很熟练、做事干净利落来看 这些动作他是每天都在做的 像这样的完美老公人选 居然也有像小孩子幼稚般的行为 过去他和吉野一起行动的时候 他在路上看到吉野被死去搭档的女友互巴掌 当下的反应并不是打回去 而是偷偷在人家身上黏口香糖 这真的超好笑的 如果对方是男生应该就会直接打回去了 他对男生就没有那么客气 你能想象一个满口复仇的酷少年 做出有如屁孩般的举动吗? 这件事情增加了吉野的好感度 不断怂恿阿秋抽烟 为的就是吉野希望在阿秋身上留下自己的味道 观众都看得出来吉野和阿秋的互动非常的暧昧 关于动画PV出现的 阿秋和吉野上床的画面 真的有这回事吗? 大家都很关心他们是不是一对的 我原本的想法是 几乎百分之九十是 不可能的 我之前有发过一支影片 是关于藤本树的悲剧美学 这是在看完藤本树的作品之后 意测出来的结果 我认为在藤本树的恋爱观当中 不存在正常的幸福 藤本树的作品看似词度很大 但他创作的主要角色都非常的绅士 不会逾举 那些男角只会像高中生 仅止步于幻想 感情几乎都没有进展 就算真的发生跟肉体有关的亲密事件 也只会被藤本树以搞笑的情境带过 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让两个人永远的在一起 不过我知道这个解释对大家来说 应该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大家在骂动画组做的不好 不过动画组 其实才是更符合大众喜好的 像是刻意放大女性肉体的描绘 所以PVE当中出现的床戏 是动画组自己解读漫画后加戏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PVE前段 有段小红和电池他们在海边玩丢球的画面 是根据漫画的附录 小红带着她的妹妹到海边玩 遇到了电池和帕瓦这篇改编的 阿秋和姬野则是根据第五卷的附录 这篇在讲阿秋每周都会在家和姬野一起喝酒 因为浴室内的牙刷是两副 所以可以解释他们可能很常一起住 至于为什么动画刻意要把这段做出来呢? 没事不会乱改编吧? 那这只有一种解释了 就是 他们曾经交往过 你在知道结局后再回去看 会发现超多细思极恐的事情 像是第二集真记真说电池是可以变成恶魔很特别的存在 所以要用特别的方式来对待 这边所谓特别的方式 我现在才知道 是真记真可以把阿秋和帕瓦放到电池的身边 为的就是拿下电具恶魔 天使恶魔曾经问过阿秋 你为什么喜欢真记真 阿秋一时回答不上来 那是因为真记真是支配恶魔 为了让阿秋变成一只好使唤的狗 所以操作阿秋的感情和记忆 那一段和姬野的记忆 也就有可能被真记真删除了 先不论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在一起过 早上走了之后 他要把他存了713万 一般分给电池和帕瓦 一般分给姬野的家人 说明了他对姬野的关爱是真的 不管动画还是漫画 最后都跟藤本树希望的一样 情侣的结局 注定都会是悲剧 先是被删除记忆 再来是寿命缩短 断手 最后是尸体在被玩弄 阿秋说是炼剧人最惨的角色也不为过 根据藤本树的访谈 阿秋本身的名字就带有枪的意思 阿秋是从AK延伸的 变成枪之魔人的时候 头上那一把是M1911的手枪 左手装备的是AK47 所以藤本树一直都在安喻 阿秋跟枪的关联性 但是网友们还有个解读是 阿秋因为被真记忆支配 所以感情是空白的状态 所以也有阿秋的含义在里面 藤本树说在想剧情的初期 阿秋的结局就已经定下来了 他塑造了一个 跟电制完全相反类型的理主角 就像名人和佐助 绿谷和爆豪 阿秋这个角色 包括退场的方式在内 都刻画得很淡 但是因为和电制 帕瓦和基人等人的关系 其实是个背负很重的角色 影响电制价值观最多的人 就是阿秋 就像基野影响的阿秋 电制也从阿秋那边学到了很多 漫画的最后一话 电制已经可以自己煮饭 也不会吃的到处都是 这都是在阿秋的理想下 成长的痕迹 我原先以为阿秋的武士头 只是为了配合作者自己的喜好 才给他一个小马尾的 毕竟老师笔下的角色 很多都是绑着小马尾的女生 但老师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附属中有说 留小马尾是为了当作祭品 十一恶魔需要付出代价 要以身体的某个部位作为祭品献出 刚好跟阿秋签约的狐狸恶魔 喜欢他的头发 所以他就流长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头发 他就是个特例 阿秋签了三种恶魔 狐狸恶魔 诅咒恶魔 未来恶魔 第一个狐狸恶魔 因为对人类相对友善 所以很多恶魔猎人跟狐狸签约 不过狐狸的头部只有帅哥能用 因为狐狸是母的 在动画中也选用了女性的配音 这些是黑暗的 阿秋有说狐狸的本体在京都 能想到应该就是来自道合神社的狐狸吧 有听说道合的狐狸都很凶的传说 所以去那边不能做出狐狸的行为 那我教了狐狸 那阿秋的狐狸确实也很有个性 因为阿秋惹他生气 所以他就再也不出现了 不过契约对恶魔来说应该是 必须遵守才对 那狐狸罢光就变成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逼得阿秋不得不再去跟其他恶魔签约 第二个诅咒恶魔 用武士刀刺穿目标四次之后 诅咒的恶魔就会出现 将目标钉在十字架上杀死 但是必须以寿命作为代价 所以阿秋很少使用 第三个未来恶魔 狐狸叫不出来也没有办法 只好再去跟新的恶魔签约 跟未来恶魔签约代价不小 就有同僚拿自己一半的寿命来换 不过阿秋只剩下两年的寿命 未来恶魔看了之后就消说 什么大家都不用 只要让他待在阿秋右眼看着他可悲的未来就好了 最后再补充一个 法交恶魔 最后阿秋变成了枪之魔人 魔人化的条件本来就是 恶魔挂在人的尸体上 如果不是被真记忍控制的话 阿秋或许有机会像电视那样复活 或许也就不用有那样悲惨的死法了 然后说到枪 我就想要最近在话题上的手游 圣灵女神尼姬 他们跟炼巨人联动了 你看阿秋真的跟枪很有缘吧 阿秋跟电视在里面是当NPC 曾记忍帕瓦则是变成了卡齿角色 游戏还针对帕瓦独家设计的大型发射器 看他一脸吃脑子一发吧 跟你们讲 这游戏真的很厉害 靠派必玩 身为靠派杂师表示 真香 角色在射击的时候 也会忍不住想要对他射击 目前在炼巨人的独家章节 只要游戏内达成条件 就可以把真记忍的大衣脱掉 欣赏他紧致的屁屁 MAPA表示 只要你喜欢靠 我们就是好兄弟 另外参加活动累计登入 还可以获得限定角色基野 和多项奖励 关于独家剧情 这个就留给各位去体验了 那这就是关于阿秋的人物解析 是不是有更打从心里觉得 阿秋这个角色真的超级棒的 如果没有阿秋这个大哥 作为电子和帕瓦的巡兽师的话 那他们就只是两只野生动物而已 野狗跟野猫 哦对 你们最喜欢阿秋哪一点 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可以点个超级感谢支持我一下 我是马来 下次再见 掰 地方宅女女良心制作 绝不脱稿 需要您的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